大家好,我是Kogo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繼續講一些コット字頭開始的文型 首先第一個就是 コ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或者是コットとなっている 前面就是這個動詞詞書形或者難形的 它是表示預定、規定、一些計劃等等 這句句型是比較客觀性的 對比昨天學的コットにする 和コットにしている 它們是比較主觀性的 所以大家記得這個シマスメ 多數是比較自己出發的主觀 然後ラルメ 多數是比較客觀的 我們說回這個文型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它就說 日本では車は左側を走ることとなっている 就是在日本規定了汽車是要靠左行駛的 這個例子大家就看到它有規定的意思 然後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コットになる 它是動詞詞書形或者内形 它是有決定的意思 它是有他人作出的決定 就是客觀的決定 譬如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新的視点を開くことになった 就是公司決定了設立這個新的分店 看到這裡的用法 多數是用於一些公司、學校等等的決定 這個文型的話 如果前面是跟動詞普通型 跟トイウことになる 或者是名詞加トイウことになる 也就是話的意思 表示是換一種說法 來指出事情的本質 譬如這裡的例子 每天八時間僕下働住 一週四時間僕下僱 Can 就是每一天工作8個小時 也就是說一個星期要工作40個小時 大家看到在這裡就是換一個說法的意思 今天就很簡單講了 コトニナテイル和コトニナル的用法 如果是テイル味的話 就是這個規定的意思 如果是變回普通磁柱形或者是太陽味的話 就是有一個一瞬間的決定 或者是決定了的感覺 另外憑我的記憶去溫習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這裡是sulu味的時候 就比較主觀性的 如果是lanu味的話 就比較客觀性的 希望這個方法會幫到大家溫習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想找三字卡的話可以去我的IG 如果想看一些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